沃尔比索之后告诉记者 他邀请沃尔比索在正式九日以后能够访问中华民国 并且希望他在访问期间 两国能够正式地签署投资保证协定 而沃尔比索表示 红国兵名太平洋与大西洋 也希望能够加入亚太亲和会 尤其是希望台湾能够以开发中小企业的经验 来协助红国发展中小企业 目前中华民国在红杜朗斯已经投资成立了四家成一厂 而中心仿制在宏都拉斯的投资计划 非常庞大 重细和文化关系的发展 而外交部长金克尔在今天接受了中央社访问时 他表示 尽管德国和台湾目前没有外交关系 但是德国还是有很大的兴趣 与台湾在外交承认外维持友好关系 尽管并且告诉记者表示 由于德国和台湾并没有办法关系 因此外交部不会派遣限制外交官常驻台北 但是据了解 德国外交部已经决定在今年首次 由新任的外交官员进入台北 维持和台湾的关系往来 进步下午就是要召开跨部会的官贸总协专案小组会议 国贸局初步会展出了 各国对中国国的经贸体制改善要求的因应作业 而我国和各国对国国的贸易障碍所在 以作为因应二月份展开的双方式简单 和每个人运行之上的重要参考 今天部分有时 为了加速入关进度 但小组目前正全力的协调加拿大 牛西兰和澳洲等国 在二月份与我国展开双边的谈判 在多边海外方面 国防仍然希望下一次的入关工作小组会议 能够提前在三月份召开 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获得官贸总协方面的赞定大户 今天会议中各部会议 针对世界官贸组织 可能提前成立的新情势 严议新的工作进度标 并且报告了中美机动降税资商结果 以及检讨海关税则与服务业市场开放 等相关法令的修正进度 根据一周外天报道表示 法国总理阿拉杜爱浅特使 北京特使 法国现任的博会议员 贝雷菲特26号在巴黎接受 中共在香港喉舌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都在市场序有目前未来 跟美元上市场序有海关 西班农汇报记者采访时 北京特使用的相关 这边都在市场序有目前非常在意 最后才会议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